71岁朴景慧气场强大 一席职业装好经验 韩国第一夫人黯然失色 韩国盛产明星和女团 娱乐产业极其发达 俊男美女更是不计其数 就连第一夫人金剑熙 穿衣打扮也很年轻态 五官精致身材窈窕 简直比小姑娘都显得年轻 尹熙岳总统的就职典礼上 第一夫人跟朴景慧同框 虽然颜值更胜一筹 但是气场却舒惨了 不少读者甚至认为 金剑熙像集了小跟班 朴景慧则霸起侧楼 首尔如一岛国会举行 第二十届总统就职仪式 朴景慧一袭蓝色职业套装 闪耀全场 律师刘永浩澄清了很多传闻 否认朴景慧过得不好 和患上老年痴呆 目前朴景慧定居在大丘达成郡司宅 一直处于闭门不出的状态 几乎不见任何人 由于之前长期被监禁 导致朴景慧的身体出现了不少问题 现在还处于休养的状态 当然在空闲时光 朴景慧还是会外出就餐 并且跟家人和昔日好友聚餐 一席蓝色职业套装好经验 出席尹熙月的旧职典礼 前任总统朴景慧成了万众瞩目的焦点 根据韩国媒体爆料 朴景慧的健康状况已经大为好转 偶尔还会去大成郡的饭店吃饭 甚至还会逛街 种种迹象都表明 解除监禁后的朴景慧过得不错 整个人也显得荣光焕发强 前总统发言人的刘永浩律师 在接受领南日报采访时 表示朴景慧正在积极参加外部活动 整体状态很不错 尤其搬到大秋达成私底以后 能吃好和睡好 心态也逐渐扭转过来 朴景慧很感激粉丝 以及长期以来支持自己的民众 大批粉丝聚集在私宅外围 希望可以远远看一眼偶像 朴景慧回家之前 也会跟他们热情地打招呼 并且表达衷心的感谢 刘永浩律师认为 朴景慧已经彻底适应了 自己的退休生活 与外界达到了平衡的状态 沟通显然变得很重要 如今朴景慧已经开始敞开心扉 跟外界的交流越来越多 朴景慧最后一次出席公务 就是参加尹熙岳总统的就职典礼 韩国第一夫人以年轻貌美著称 但是在朴景慧面前黯然失色 成了小跟单和背景牌 一个是大浪逃杀的女政客 一个是靠丈夫上位的花瓶 谁是主角不言而喻 女人靠男人最多是公主 只有靠自己才能成为女装 朴景慧和金剑西就是个典型的例子 事实证明朴景慧的状态很不错 退休生活比我们想象中好很多 离开政治漩涡后 朴景慧才能安心养老 否则一直处于内斗中 根本无法好好休息 朴景慧现在已经71岁 身子骨依旧很硬朗 比同龄人年轻多了 美丽的容颜终将衰老 优雅的风骨和气质却能一直保持 朴景慧注定是个传奇女性 金剑西虽然拥有美丽的容颜 但是跟朴景慧站在一起 终究还是感觉有些欠缺 韩国第一夫人美则美矣 但是科技脸的痕迹很明显 朴景慧自然老去 反倒显得更加优雅和从容 晚安 文计 蒙 感谢观看